打摸面店Google评论3.8颗星 从早上6点开卖下午2点就打烊 菜单很简单就分干湿两大类 小菜类不在菜单上 个人觉得小菜类的表现比面类还优 黄金蛋跟嘴边肉很推荐 面走的是零酱料的路线 不是零肉燥的那种 吃面的时候时不时可以听到蹦的声音 不是有意外发生 我是隔壁正风在蹦米香 这家的米香个人觉得口味属于微甜 口感偏软 适合给想怀念古早味的人来尝看看 往前走一点同条路上可以看到大牌长容的人群 排的就是老阿伯线乳豆干 但小牛家没有人吃得下豆干就没有跟风排队 倒是买了旁边的金桔柠檬节节可 再往前走漂亮的日式建筑是木医生态博物馆一号馆 过去是大西国小校长宿舍 过个马路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绿树凉亭 这里就是中正公园 小牛在这里当雨伞花童 玩得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这里有桃园最早的神社 大西神社 参拜道上留下来的石灯笼 很有浓浓日本味 还有全台仅存的唐峰相铺亭 中正公园充满历史人文与生态美景 很推荐大家来走走看看 沿着公园走可以遇到蒋公纪念堂 这里的凉亭视野辽阔极无遮蔽 迎面吹来的风真的超级舒服 小牛在这个平台玩得好久的泡泡 沿着步道继续走可以看到另一个沐浴生态博物馆武德殿 这个的前身是日日时期给警察修炼楼道建道的场所 都是免费参观哦 最后带大家回老街找甜品吃 和风手工豆腐烙隐身在大西老街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 光听店名就很吸引人 豆腐烙又像豆腐又像买烙 软软绵绵很好吃 除了豆腐烙也有豆花刹鞭可以选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非常推荐给大家 最后心得就是大西老街除了红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外 还可以看到许多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建物 是一个历史文化保存良好的老街 非常推荐给大家啦 拜拜